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球贸易紧缩 台湾农产品外销恐将受到冲击 尤其3月中 台南地区凤梨即将要进入产季了 主要外销的市场 中国大陆订单不如预期 让农民忧心忡忡 对此农粮署紧急启动了收购计划 第一阶段收购2000公顿凤梨 制作加工品 要把灾损降到最低 当我温差在十几度 它会产生这个裂果的情况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外销啦 即将采收的凤梨因为温差重铸 出现裂果现象 成了刺激品无法外销 让农民们好担心 不止如此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凤梨外销订单恐将一落千张 台南地区凤梨即将在3月中陆续进入产期 但种植面积高达1740公顷的凤梨 年产值高达17亿 若是无法顺利外销 恐将出现供过于求现象 担心影响农民生计 农粮署紧急启动收购计划 加工国在南部这边有2000公顿会收购加工 这里有很多阶段 南向政策 有些往新加坡那边外销 不只积极收购凤梨制作加工品 也制定计划辅导农民南向出口 将目标锁定新加坡等国家 避免过度仰赖中国大陆造成农损 多管旗下要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据着黄富奇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